立心你好 立心基金会工作人员 除了关注儿哨妆妇女被家暴或性侵议题 近年也经常接获私密影像被恶意散播的求助电话 这个照片你目前是因为是提供给谁 然后谁帮你就是散布到网路上 这件事情你有方便说吗 先稳住被害人情绪 再了解影像在哪些平台转传 专业社工的介入协助是重要一环 按现行法律规定 18岁以下儿少 可由iWin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协助删除 成人则得靠其他求助管道 成人的性私密影像被散布的案件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今年卫福部也委托了民间单位 成立了一个这样子的私密 成人遭散布性私密影像的申诉服务网 遇到相关问题 可线上或电话咨询 保全证据协助报警到影片下架移除 一连串SOP希望帮被害人渡过难关 他用自己的力量 或是他可能还想好好的跟对方谈 可是如果真的一旦散布了之后 其实时间都会来不及 大家很容易有一个猎奇的眼光 只要有这个影片 然后我是不是也想找来看看 或者是说那一定是你自己 你要穿那么少 为什么你喜欢拍 的这种氛围 其实是会让被害人更不敢说 去年韩国爆发恩号房事件后 国内也接连有恩号房翻版 Deep fake换脸事件 倒立为高家瑜惨痛遭遇 虽然今年7月 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法 私密影像加害人要加重刑期 不过现行法律 并不能强制加害者第一时间交出或删除私密影像 因此民间团体认为设立专法有其必要 如果有专法的话 我们有这个法律可以要求当事人把握有这些性私密影像可以删除 一旦真的散布出去之后 我们需要有一个法令来要求业者可以马上的下架 因为这些影像只要不下架 其实我们做再多的协助被害人 然后消除他的恐惧都没有用 私密影像犯罪 日益猖獗 根据妇女救援基金会2015年设立的被害人求助专线统计 累计至今年12月的总案量多达644件 90.5%都是女性受害 其中86%为成人 9.6%为18岁以下儿少 年纪最小的仅仅12岁 而常见的犯罪形态 41%是前任或现任伴侣进行复仇式色情 上网散播私密影像 另外23.7%是没见过面的网友进行性勒索 赞同设立专法的民间团体表示 科技衍生的新形态暴力多达20几种样态 社会大众不能轻忽 数位性别暴力其实是基于数位科技的发展 然后所衍生出来新形态的性别暴力的行为 台湾比较常见的虚拟性骚扰其实非常常见 然后人肉搜索 IG FB的还有是学校姓名电话地址 什么之类的通通公布上去让他被骚扰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仇恨言论 我可以来协助沟通 但是平台业者是否愿意下架这些私密影像 还需要有赖平台业者自己来做决定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在这部分我们真的应该有比较强力 或是比较积极的手段来做处理 而不是用这样沟通的方式 这里面加害者的可恶 惩处是一件事 最重要是被害者的保护 尤其私密影片的流传 一定要尽快截断 截断私密影像流传 朝野有志一同 专家呼吁民众也不该有猎奇心理 无意间成为性暴力犯罪帮凶 TVBS新闻 罗世彭 丹元丽 台北报道 请大家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时